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你起来 率领一切兵盯上艾成去 我已经把艾成的王和他的民 他的城 并他的地 都交在你手里 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也当照样带艾成和艾成的王 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 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略物 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 夜间打发他们前往 吩咐说 你们要在城后埋伏 不可离城太远 我所带领的众民 要向城前往 城里的人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 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 因为他们必说 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 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 夺取那城 放火烧城 要照耶和华的画形 因为耶和华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 这是我吩咐你们的 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 住在伯特利和艾成的中间 就是在艾成的西边 约书亚清早起来 点起百姓 在艾成北边安营 在约书亚和艾成中间有一山谷 他挑了约有五千人 使他们埋伏在艾成的西边 于是安置了百姓 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 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 艾成的王看见这景况 就和全城的人 清早急忙起来 按锁定的时候 出到亚拉巴前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王却不知道 在城后有伏兵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 在他们面前装拜 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 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 追赶他们 撇了敞开的城门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你向艾成伸出手里的短枪 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 约书亚一伸手 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 夺了城 放火焚烧 艾成的人回头一看 不料 城中烟气冲天 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 见伏兵已经夺了城 城中烟气沸腾 就转身回去 击杀艾成的人 伏兵也出城迎击艾成的人 艾成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 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 没有一个逃脱的 生擒了艾成的王 将他借到约书亚那里 当日杀臂的人 连男带女共有一万二千 就是艾成所有的人 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 所伸出来的短枪 直到把艾成的一切居民 进行杀灭 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 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略物 约书亚将艾成焚烧 使成勇为高堆 荒场 直到今日 又将艾成王挂在树上 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吩咐人 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 丢在城门口 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 直存到今日 那时 约书亚在以巴露山上 为耶和华筑一座坛 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柱的 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众人在这坛上 给耶和华奉献繁祭和平安祭 约书亚在那里 当着以色列人面前 将摩西所写的律法 抄写在石头上 以色列众人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的 都站在约桂两旁 在抬耶和华约桂的祭司立位人面前 一半对着激励新山 一半对着以巴露山 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 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 都宣读了一遍 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 先前所吩咐的 是